第2031章,引爆圣庭,伴随着灵仓骂骂咧咧的声音,空间乱流的虚空都好似撕裂开来了一般。 然后就见到有四头巨大无比的怪物从虚空之中踏出,这四头怪物都是长得奇形怪状,但相同的是,这乱流空间的那等乱流居然对这四头怪物都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而且,这四头怪物身上,都具备着神威,不用说,这正是刚刚灵仓所说的神灵兽了。 神灵兽还未动手,凌云就已经感受到了他身上传来的各种狂暴力量了。 而且这神灵兽一出现,还直接出现了四头。 四头神灵兽,都是释放出了可怕至极的力量。 力量开始越发放驳,凌云知道这四头神灵兽就要直接动手了。 小家伙,没有办法了,既然我们这么倒霉,那就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这神灵兽是分别凶残,一旦发现生灵,势必要将生灵弄死才罢休。 所以我们要想脱身,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讲这四头神灵兽直接斩杀。 林苍声音十分低沉地道,显然,一次性遇到四头神灵兽,让他心底也多少没有太大的把握。 苍书,既然如此,那就动手吧。 林云并未畏惧,通往神界的道路,岂会有那么简单? 林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既然这一战无可避免,那就战个痛快。 说完,林云直接将自己的龙武剑拿了出来,而林苍也将自己的神帝剑也拿了出来。 自从上一次在龙宫之中,神帝剑失去光泽后,神帝剑的威力就大不如之前。 即便林苍前面也拿出过神帝剑,但明显神帝剑的威力已经大不如之前了。 不过这一次林苍再度将神帝剑拿出来,神帝剑却不再像之前那般光泽暗淡。 神帝剑上充满了一股神威,好似离开神武大陆之后,神帝剑就脱离了神武大陆的桎,进而得到了解放了一般。 之前在神武大陆,即便是全盛时期的神帝剑,那也绝对只是一把半神器。 但现在这神帝剑,所爆发出来的威力,足以说明这神帝剑已经是一把彻头彻尾的神器。 两把神器宝剑,皆是在凌云和凌仓的手中爆发出强大无比的力量。 力量越发凌厉,所激荡而起的剑威也是无穷无尽。 然后两人都没有耽搁,不等那四头神灵兽动手,他们两人就已经抢先动手了。 轰轰,四头神灵兽自然也不会闲着,见到凌云和凌仓动手,他们也纷纷还手。 于是,双方攻势在空中不断碰撞,最后所有攻势都以一种催枯拉朽的姿态相互缠斗。 从而激起万千声势,在这等万千声势下,凌云和凌仓的手段在那四头神灵兽面前明显有点处于下风的姿态。 这就让凌仓和凌云的面色都不是太好了。 但两人也没有就此泄气,两人都是将各自所掌握的两枚祖符给施展了出来。 整整四枚祖符,在空中凝成了四道金强劲无比的声势,声势浩荡,一下子就涌荡开来。 让整个四周都是地动山摇,好在有着天地湖,可以一直帮助凌云和凌仓抵挡这乱流空间的乱流。 否则凌云和凌仓就真的要遭殃了,随着凌云和凌仓出手,四头神灵兽同样也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双方可怕的声势,继续以一种无懈可击的方式,毁天灭地地冲击在了一起。 这等冲击比之前的碰撞还要强横得多。 仅仅只是片刻,就令得整个四周都是层层崩塌一般。 那等席卷而起的能量风暴,那等冲击所造成的可怕生效,那等一泻千里狂躁万千的力量波动。 在这一刻,都是倾泻苍穹,造就出翻天覆地的情景。 但这等碰撞,还是没有让凌云和凌仓逃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两人还是有点处于下风的感觉。 这就让凌云和凌仓更是不爽了。 主人,这些神灵兽都具备神威,而你们身上还不具备神威,所以即便你们手段再强,恐怕也难以将他们斩杀。 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虽然主人你们无法斩杀这四头神灵兽,但你的圣庭之之躯却可以将他们斩杀。 圣庭连通神界和神武大陆,如今你已经离开了神武大陆,这圣庭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你大可将圣庭自爆,将这四头神灵兽给解决掉。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你身上的圣庭自爆之后,电灵也可以趁机帮你将这四头神灵兽身上的神威给吸收到你的体内,从而让你的身体也具备神威。 电灵突然开口建议道,回到神界,灵云体内的圣庭确实就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而灵云现在刚过脱离神武大陆,所以身上还不具备什么神威。 以他和灵仓现在的状态,对付这四头神灵兽确实够呛,所以电灵的这个建议确实十分不错。 好,灵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下来,然后就让电灵找机会看情况帮他引爆圣庭。 接下来,灵云和灵仓都是继续跟着四头神灵兽纠缠在了一起,然后司机寻找能够一举将四头神灵兽全都歼灭的机会。 而在这等纠缠中,灵云和灵仓更是处在了下风,让那四头神灵兽更是张狂不已。 也正是这等张狂,让灵云和电灵终于是找到了机会。 眼看着四腿神灵兽再度同时朝着灵云和灵仓袭来,灵云和电灵几乎心领神会,同时引动了圣庭。 灵灵,一股强大至极的力量一下子就从灵云的体内倾泻而出,好似一枚原子弹陡然之间被引爆了一般。 可怕的声响阵龙发聩,可怕的力量一下子就席卷到了那四头神灵兽的身体之上,令得四头神灵兽的力量顷刻间就被摧毁。 不但力量被摧毁,圣庭所自爆的力量空前绝后,覆盖在了那四头神灵兽上。 直接将四头神灵兽的身体都是直接化为了漫天碎渣。 四头巨大的神灵兽,就这么眼睁睁地在灵云和灵仓的眼前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电灵运转祖龙殿,然后将那四头神灵兽生死后所留在空中的神灵兽都吸入了灵云的身体之中。 第2032章,见面壁垒,随着四神灵兽的神灵兽都没入了灵云的身体之中,灵云整个身体都像是要爆炸了一般。 这等爆炸之感让灵云整个人整个身体好似在被烈火灼烧一般,让人苦不堪言。 不过这种痛苦并未持续太久,就慢慢消退了下去。 灵云明显感觉到,自己全身上下都已经充满了一丝神威。 神威扩散开来,隐隐间让灵云感觉自己回到了前世一般。 赶紧离开这里吧,若是等一下再遇到这等神灵兽,可就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了。 灵仓催促道,灵云点了点头,若是再遇到神灵兽,那到时候可就没有了圣庭拿来对付了。 毕竟圣庭已经自爆了,若是只是遇三四头神灵兽,或许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些神威的灵云还能够对付。 但若是一次性遇到更多数量的神灵兽,那可就没有那么容易好对付了。 到时候吃亏的就是灵云和灵仓自己了,所以很快灵云和灵仓就上路了,两人都是将速度施展到极致,争取早点离开这个乱流空间。 不过即便如此,接下来的路程中,灵云和灵仓还是碰到了不少的神灵兽。 好在这些神灵兽数量并不多,所以并未对灵云和灵仓造成太大程度的影响。 最后这些神灵兽被灵云和灵仓斩杀之后,反而还靠着灵云体内的祖龙殿,将它们身上的神威全都一一吸收掉,继而增长了灵云身上的神威。 灵仓由于体内没有祖龙殿,又一时间想不到其余的办法,所以身上一直还没有神威出现。 不过这也不要紧,等回到神界,到时候自然而然就可以利用神界的神智器来改造自己的肉身,到时候一样可以让灵云和灵仓的身体恢复成神体。 只要恢复至神体,到时候自然就具备了神威。 就这样,灵云和灵仓两人相伴前行,两人一路往前,相互扶持,相互帮助。 就这样,经过一段不小的时间后,两人终于是跨过了乱流空间。 可渡过了乱流空间,出现在灵云面前的又是另一番场景。 那是一个风暴之眼,整个风暴都是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好似能够轻而易举就将灵云和灵仓卷入那个风暴之眼中。 这让得灵云和灵仓一开始都颇敢棘手,但他们依旧没有任何退缩。 依旧切而不舍地面对眼前的磨难,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两人不断努力,他们最终还是克服了这风暴之眼,继而继续奋力前行。 接下来,灵云和灵仓又遇到了不少危险,但他们两人同心协力,其力断金,一起面对,一起克服。 于是,那些危险即便再怎么千奇百怪,最终都还是被灵云和灵仓给克服。 虽然两人在应付这些困难的过程中都是有所受伤,但这比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半点阻碍。 以至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是拉到了一个巨大的界面壁垒面前。 这界面壁垒毫无疑问正是外界和神界的交界位置。 换句话说是,只要通过了这一层界面壁垒,那灵云和灵仓就算是真正地回到了神界的范畴。 众灯神界,就只差最后一步之遥了。 灵云和灵仓的面色在这一刻都是沉凝了下来。 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后的紧要关头了。 成与败,已经全在这壁垒之间。 动手,两人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然后都是纷纷将自己的力量施展了出来。 就见到两股强大无匹的力量,以一种催空拉朽的攻势直接冲击到了那界面壁垒上。 轰轰,强大的震动声从界面壁垒传荡开来,令得整个四周都是震响连连。 但这等震响很快就得到了平息,就像是一颗石头丢入湖水之中一般,没有对那界面壁垒造成任何影响。 但这丝毫没有让灵云和灵仓有任何要放弃的念头。 相反他们依旧斗志十足。 继续,两人几乎都是一口同声,然后就再度将自己的力量量了出来。 无尽的力量再度冲击到了界面壁垒上,但这一次还是没有对界面壁垒造成任何影响。 这界面壁垒果然不是那么好踏破的。 灵云面色沉迷了下来,不过这也并不足为奇。 若是真那么容易踏破,那神界和其余界面也就相互连接在了一起。 那神界恐怕也就不是神界了。 看来只有利用气运来尝试了。 灵仓开口道,古人有言,气运可破沧海。 无论是灵云,还是灵仓,都大概知晓,气运的加成,能够让界面壁垒削弱不少。 但具体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现在利用普通的力量,无法对这界面壁垒造成任何影响,那就只好使用那传闻中的气运了。 一起动手吧,灵云和灵仓相视一眼。 随着灵云的声音落罢,两人身上顿时间气运如红,磅驳而起。 灵云,身为神武大陆自古以来最为神化的人物,受到神武大陆所有人的爱戴和敬仰,如今更是在各个地方塑造了雕像,布置了祠堂等等。 所以说现在灵云身上来自于神武大陆上的气运是十分浓郁的。 浓郁到灵云都未曾想到的地步。 至于灵仓,身为神武大陆第一战神,虽然现在的声威已经稍稍逊色于灵云,但也同样受到世人的敬仰。 所以灵仓的气运同样也不少,两人都是将气运凝聚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利用这等气运来配合自己施展强大的手段。 虽然第一次这么使用气运,但两人都是历经风雨之人,这等使用还是难不倒他们的。 很快,两道一如之前那斑棒薄不已的手段再度从灵云和灵仓手中轰出。 也再度如同火星撞地球一般的撞击在了那界面壁垒上。 咚咚,阵龙发聩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这一次的冲击,明显比之前要进步多了。 那等界面壁垒在灵云和灵仓的这等力量冲击下,明显不再像之前那般平静。 即到细微的裂纹就那般展现在了灵云和灵仓的眼前。 让两人都是微微一喜,只是这等喜色刚起,很快又凝固了下来。 因为那几道裂纹刚一出现,下一刻就又彻底消失,好似从未出现过一般。 界面壁垒也是瞬间完好无损。 第2033章,回到神界,虽然境界壁垒又恢复成了完好无损的状态。 但灵云和灵仓还是满脸喜色,刚刚境界壁垒已经出现了裂纹,那就足以说明这境界壁垒不是可以被破碎的。 只要境界壁垒不是不可被打破的,那一切就好说。 所以灵云和灵仓依旧满怀斗志,接下来,两人都是视如破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手段给亮了出来。 轰轰,无尽的声势凶猛无比地落到了境界壁垒之上,令得整个境界壁垒依旧动荡不已。 一道道裂纹一一出现,但还是一如之前那般很难看就又恢复了。 以至于灵仓和灵云的攻势最后还是化为乌有。 没有带来任何一点的作用一般,小家伙,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看来我们必须要集齐两人身上的所有气韵,然后试图一举这境界壁垒所击破才行。 灵仓声音明显凝重了几分,好,仓书,那我协助你吧。 灵云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对灵仓道,灵仓却摇了摇头,小家伙,还是我协助你吧。 你的气韵可比我浓郁多了,我协助你应该效果会更好。 这般说着,灵仓直接动手,将身上的气韵开始彻底地灌入到了灵云的身上,让灵云身上的气韵一下子更是暴涨了不少。 这等暴涨让灵云整个人更加气势如虹,而且不仅仅是气韵,灵仓将自己身上的灵力和龙之气也同样毫无保留地灌输到了灵云的身上。 让灵云看起来更是不可一世,灵云自然不会耽搁,身上愈发磅驳的气势更是全都集中在了他手中的龙武剑上。 同时,龙武剑在这一刻也将其神威发挥到了极致。 今刻间,龙武剑的体型疯狂暴涨,仅仅只是片刻,便是变成了数百丈高,而且龙武剑的剑身之上,萦绕着一道道龙影,这些龙影好似点缀了整把龙武剑式的,让龙武剑一瞬之间变得更加气冠长红。 好似随随便便一剑展出去,就足以笑傲天地,让整个世界匍匐在地。 在这等声势下,凌云没有再浪费任何时间,当手中的龙武剑气势暴涨到了最强的那一刻。 他便是直接挥舞龙武剑,将其彻底地斩了出去。 秋,整个天地,陡然之间都变得万籁俱集了似的。 然后凌云和凌仓都见到,一道横跨天地的剑红批天盖地地朝着那界面壁垒批了下去。 冬冬,震天动地,无懈可击地声响,在这一瞬间击荡苍穹,船荡开来,好似能够破灭一切一样。 但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也是凌云和凌仓完全忽视的。 此时的凌云和凌仓,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盯着那道剑红所落到的界面壁垒的位置。 也就在他们两人的紧盯之下,剑红彻底跟界面壁垒相撞,然后将界面壁垒直接展出一道不小的缺口。 只是缺口并不是很大,还不足以让凌云和凌仓通过缺口进入神界。 继续,不要让缺口恢复玉和,争取趁机展出一个更大的缺口。 凌仓的声音着急响起,凌云同样也有着这等想法,现在的缺口太小了,必须要趁着这缺口还未愈合之前,在同样的位置动手,然后将这个缺口展成更大的缺口。 否则若是等缺口愈合,到时候凌云和凌仓所展出的缺口,恐怕还是太小,让它们无法通过。 龙五剑,继续展,凌云气度万千,声音洪亮坚定,之前已经有所萎靡下去的龙五剑,这一刻又在一次开始慢慢变得汹涌了起来。 无尽的力量,狂暴而起,无尽的风暴,席卷八方,然后又是一剑轰然展出,这一剑,依旧弃绝苍穹,激起的声势依旧躁动不已,而这一剑,不偏不已,也正好落到了之前那个缺口的位置。 整个界面壁垒再度一阵动荡,之前那个缺口本来已经在开始愈合了,但随着这一剑落下,那已经愈合了一部分的缺口再度被展开。 而这一次的缺口,明显比刚刚的缺口大了一些。 不过,虽然缺口更大了一些,但还是不足以让凌云和凌仓进入神界。 毕竟界面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后,神界的神之气就以一种催枯拉朽的攻势直接灌入到了界面外来。 在这等情况下,缺口若是太小,凌云和凌仓是根本无法跨越缺口的。 只有缺口大到一定程度,才更有机会跨越。 所以这一次出手之后,凌云依旧没有停手。 强大的剑招,就以一种催枯拉朽的攻势,再度一次次地朝着界面壁垒轰了过去。 剑招凌厉,将界面壁垒的缺口轰得越来越大。 可怕的神之气从界面壁垒的另一边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的倾斜而来。 这些神之气若是冲击到其余人身上,或许会对其余人造成不小的困难。 但对于凌云和凌仓这种本来就存在于神界的人,以前早就已经适应了神之气的存在。 所以这些神之气落到他们的身上后,并未对他们造成太大程度的影响。 反而这些神之气灌入凌云和凌仓体内之后,通过凌云和凌仓施展一些运用神之气的神法神诀,将其全都利用了起来。 不但改造了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强化了自己的手段。 继而也让本就是神气,以往也同样要靠神之气催动而生的龙武剑更加强进步已。 龙武剑继续在凌云的操纵下展出,界面壁垒的缺口也就更是扩大了几倍。 不久之后,界面壁垒的缺口终于是扩大到了一定程度。 应该足够凌云和凌仓通过了。 仓书,就是现在,我们过去吧。 凌云的声音有几分激动地响了起来。 神界,这个本就属于凌云和凌仓生存的地方。 他们历经无数磨难之后,终于就要重新回去了。 龙亲皇,将有机会救活。 之前那些对凌云出手的神界先尊大帝,凌云也终于可以亲自找他们报仇血恨了。 还有龙族的秘密等等。 好,我们回去吧。 凌仓的声音同样也变得激动了几分。 回到神界,同样是凌仓的夙愿。 如今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凌仓怎能不为之激动万分。 而随着凌仓的声音落霸,两人都没有任何逗留,皆是操纵自己的身体,然后顺着那个缺口,穿过了通往神界的界面壁垒。 第2034章,神之那界,凌仓和凌云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切口的位置冲过了通往神界的境界壁垒。 不久之后,凌云和凌仓都是成功通过了境界壁垒,置身于神界的范畴。 而当他们通过界面壁垒之后,界面壁垒居然很快又慢慢恢复,那个缺口继而彻底消失不见。 就好似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这里只是神界的边缘地带,恐怕我们还会遇到不少凶险。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已经感应到了我的神之那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神之那界居然还存在在神界之上,而且居然还到了这种边缘地带。 凌仓突然开口道,他们虽然通过了界面壁垒,但这个位置也是属于神界最偏远的位置。 不但携少神界之人到来,这等位置也想必十分凶险和恶劣。 就拿此刻凌云和凌仓所在的位置,就因冷潮湿,寒冷至极,同时周围渗透出一股十分强烈的神煞之气。 这种神煞之气很容易孕育出神煞巨兽,神煞巨兽强劲无比,凌云和凌仓虽然踏入神界,但无论身体速度,还是武道修为,都跟前是完全没法比。 所以若是遇到神煞巨兽的话,那他们两个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 我的神之纳戒若是无损的话,其余人根本无法将里面的东西拿走。 所以只要找回我的神之纳戒,我就能够使用我前世留在神之纳戒之中的宝物。 其中一件叫做千里盾的神器,可以在方圆数千里内选择任何位置进行盾走。 有了它,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地离开这边缘地带,回到神界的内陆地带。 而且,我也可以通过我神之纳戒之中的宝物,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武道修为。 最重要的是,当年我在我的神之纳戒之中特意将我神道三千体的六星神体凝成了神体种子。 到时候只要我得到这神体种子,就有办法可以让我身体不但恢复神体,还能够直接恢复成六星神体。 灵仓补充的话语,让凌云也是微微惊喜。 神之纳戒,是神界惯用的储存东西的空间宝物,但比神五大陆的空间宝物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了。 哪怕就是乾坤画卷,在最为普通的神之纳戒面前,也是根本不值一提。 前世的凌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神之纳戒,不过自己自爆之后,神之纳戒也不知所踪。 若是凌云能够找到自己的纳戒,那利用纳戒之中的各种神物,恢复自己实力也将更加一帆风顺。 如今凌仓一回到神界就感应到了自己的神之纳戒,这对凌云和凌仓来说自然都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毕竟,神界的危险,可就不是神五大陆那些危险般的小打小闹了。 随随便便一头怪物都能够在虚余之间造就出毁天灭地的神威。 随便一处神之绝地和神之险境,都足以让神之的各种强者遭殃。 就更别说刚刚才从神五大陆回到神界的凌云和凌仓了。 至于神体,神界所有人都身怀神体,但不同的神体,也有着不同的品级,大致分为一至九星神体,一至三星神体称之为低等神体,三至六星神体称之为中等神体,六至九星神体称之为高等神体。 凌仓前世是神道三千体,乃六星神体,已经算是不错了。 而凌云前世的神体更加霸道,叫做天渠神暴体,十分暴躁,前世的凌云掌握着天渠神暴体到七星神体的程度。 但根据前世凌云的了解,这天渠神暴体应该还有提升空间,或许是八星,甚至是九星神体。 不过前世的凌云还没有来得及将其提升,就已经遭受到了奸人所害。 所以这一世若是能够找回天渠神暴体的话,那对凌云来说绝对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只可惜,前世的凌云突然遭受变故,所以并未像凌仓一样,将自己的神体凝成神体种子,所以要想再度得到天渠神暴体的概率极低。 小家伙,跟我走吧,凌仓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得到自己的神之纳戒了。 于是,两人都不再有任何犹豫,便是朝着凌仓所感应到他纳戒所在位置的方向狂略而去。 很快两人就进入了一个黑暗空间,这个黑暗空间到处充满了一种阴森之感,在这等阴森下,有着无尽的幽灵涌来。 见到这等场景,凌云和凌仓都没有任何惊慌。 前世的凌云,乃龙母大帝,各种绝地见过不少,而前世的凌仓,虽然不是大帝,但实力也不低。 这种级别并不太高的的幽灵险境对他们来说是小儿科。 只要不是那种需要强大手段才能够通过的险境,对凌云和凌仓来说都不算什么。 所以凌仓和凌云都没有任何惊慌,然后纷纷出手,将那些幽灵一一斩杀。 随后便是利用前世的经验,很快就踏过了幽灵险境。 接下来,凌云和凌仓继续往前,路上自然也又遇到了一些其余险境和危险。 不过好在这些险境和危难都算不上多么难以对付。 所以凌云和凌仓都是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这些险境和困难。 就这样,一天多的赶路时间后,凌云和凌仓终于是到达了神之那界位置的附近。 小家伙,我感觉到我的神之那界应该就在那个仙神谷中。 不过我能够感应得到,那仙神谷中有着一股不小的气息,那里面很有可能有着一头神煞巨兽。 凌仓指着一处神谷的位置,对凌云颇为严肃地道。 神煞巨兽,最终还是遇上了吗? 凌云的面色也随之而严肃了几分。 仓书,管他是不是神煞巨兽,既然来都来了,那界就在这仙神谷中,那我们就赶紧进去瞧个究竟再说吧。 凌云并没有畏惧,神煞巨兽,对前世的凌云,那不过是九牛一毛的存在。 也不过是现在虎落平阳被犬妻罢了。 好,凌仓自然不愿就这么错过自己的那界,他很清楚得到自己那界的好处有多少,既然现在都已经找到了那界的位置,岂有错过的道理。 很快,凌仓和凌云就没有在逗留,而是义无反顾地冲入了那个仙神谷中。 第二千零三十五章,真是神煞巨兽,仙神谷中,神之气比其余地方的神之气要浓郁不少。 但同时跟神之气相对立的煞气也相对于要浓郁很多。 凌云和凌仓踏入仙神谷中,两个人都是顿时间紧踢了起来。 虽然凌云和凌仓前世没少进入这种神谷之中,但这一次毕竟是重回神界第一次踏入。 多少有几分生疏和谨慎,根据我的感应,我的神之那界就在这仙神谷的最深处,而那谷十分恐怖的气息,也是从最深处的位置涌动而出来的。 凌仓跟凌云越是往神谷深处走,身上就越是凝重几分。 特别是凌仓,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不过两人都没有停下脚步,不久之后,他们就已经来到了仙神谷中部的位置了。 在这里,神之气已经和神之气十分相当了。 而树道身影从四周暴力而出,将凌云和凌仓重重围住,这些身影都是一些恶灵。 恶灵比幽灵要高一个级别,但比之余神煞巨兽来说,又要弱了不止是一星半点。 不过这些恶灵虽然比不了神煞巨兽,但奈何数量庞大啊? 一道接着一道从周围飞略而出,并未耗费太久时间,数量就整整有着数百道。 望着这等数目的恶灵,凌云和凌仓的面色都是沉明了下来。 动手,凌云和凌仓相视一眼,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话音刚落,两人就已经将自己的神器给拿了出来。 然后朝着那些恶灵毫无保留地冲了上去,两人攻势,势如破竹,强横无边,仅仅只是瞬间,便是已经冲到了那些恶灵身上。 恶灵狂躁,也纷纷动手,轰轰,轰轰,各种战斗声很快打响,整个四周都是动静十足。 凌云和凌仓并未吝啬自己的手段,而且加上现在他们都已经身处神界,已经可以运用神之气了。 虽然由于他们的身体受限,即便动用神之气,施展前世的神法神诀,其威力也大打折扣。 甚至一些强大一些的神法神诀还无法施展出来。 不过即便如此,那也比在神武大陆的时候强太多了。 所以这一刻,两人都是爆发出了不俗的战斗力。 即便那些恶灵的战斗力也不俗,但最终还是在凌云和凌仓的战斗力下彻底败下阵来。 一道道恶灵被凌云和凌仓所斩杀,而这些恶灵不但没有对凌云和凌仓造成了太大程度的影响,反而还帮助凌云和凌仓重温了自己前世的一些手段。 也让自己的身体更好的适应了神之气。 一段时间后,这些恶灵全都被凌云和凌仓所诛杀。 吼吼,与此同时,一道惊天巨吼之声陡然之间在整个仙神谷中响起。 声音还未落下去,一头巨大的猛兽就以一种催枯拉朽的气势从仙神谷深处冲了出来。 神煞巨兽,居然真的是神煞巨兽。 灵仓神色顷刻间就已经阴沉到了谷底,这头妖兽体型巨大,足足占据了整个仙神谷上空一般, 其身上有着各种悼刺,这些悼刺都是由神之气和煞气凝聚而成。 光是远远望着,都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惊慌之感。 而这头神煞巨兽的脑袋,丑陋无比,五官似乎都要扭成一个整体了。 那双眼睛,更是心红无比,其中投射出无尽的凶毛和杀意。 好似灵云和灵仓敬犯了他的灵土,他要将灵云和灵仓碎尸万段一样。 这头神煞巨兽至少都是一头二间神兽了。 灵云眉头也皱了下来,神兽分为九阶,分别对应于神界舞者的神道九镜。 前世的灵云的乃是神道七镜,而灵仓则是神道四镜,而每一个神道之镜又会细分为初、中、后期三个小等级。 此外,神道一至三镜中的优秀者,被称之为神武者。 四至六镜中的优秀者,则被称之为先尊和神将。 七至九镜中的优秀者,则被称之为大帝和神帝。 到了九镜之上的人,便是会被直接称之为帝尊。 前世的灵云,对于神道的追求,也就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站在神道巅峰,成为神道帝尊。 只可惜是与愿违,而神武大陆上,能够成为先尊和神将者,就算是一番霸主和级别的存在了。 若是能够成为大帝和神帝,就更是十分罕见的致强者了。 至于帝尊,至今在神界都还只是一个传说,若是在前世,眼前这头神煞巨兽,灵云和灵仓连手指都不用动,轻轻松松就可以将其解决。 但现在,苦落平阳,灵云和灵仓根本连神道一径都还算不上。 而眼前这头神煞巨兽,却是一头二阶神兽,二阶神兽相当于神道二径的神武者。 所以灵云和灵仓见到这头神煞巨兽才会显得这么凝重和警惕。 这可不是在神武大陆了,灵云和灵仓连神体都还没有掌握,弹劾对付这头神煞巨兽。 吼吼,神煞巨兽再度低吼一声,然后那庞大的手臂就直接朝着灵云和灵仓横扫而来。 看起来只是这神煞巨兽甩了甩手臂。 但实则这看似随意的出手,却爆发出了无尽的神威,至少对现在的灵云和灵仓来说实在是强大。 灵云和灵仓虽然极力抵挡,但却根本抵挡不住。 砰砰,随着两道闷响,灵云和灵仓的身体直接就被轰飞了出去。 两人的身体都是重重砸在地上,浑身上下都是传来一股股剧痛,那般样子,就好似身体被万斤重时刚给砸中了一般。 整个身体都是要支离破碎了一般。 即便灵云身体素质不低,但到了神界也都是渣渣体质一般的存在。 灵友神体,一切体质都将毫无抑郁,而灵仓的状态似乎比灵云还要糟糕几分。 不过灵仓望向那头神煞巨兽的目光却依旧坚定无比。 我的神之那界就在这头神煞巨兽身上。 灵仓十分确定地道,一边说着,目光反而又更是坚定了不少。 俨然,即便这头神煞巨兽十分强大,但也还没有强到让灵仓直接放弃自己神之那界的地步。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拼尽全力,再试一试。 灵云心底也是一尘,神之那界对他们来说确实太重要了。 第2036章,三品神器,伴随着灵云的声音落下,灵云和灵仓身上的气息再度保用而起,随后就纷纷亮出一套神法神诀,朝着那神煞巨兽冲击了上去。 神煞巨兽见到灵云和灵仓出手,自然也再度出手。 这一次,神煞巨兽身上那一根根由神之气和煞气所凝聚而成的道次陡然之间标射而出。 这些道次全都激荡出了无可磨灭的气势,然后跟灵云和灵仓的攻势对碰在了一起。 那等对碰,并未想象中的胶着,反而是一边倒的局势。 最后,灵云和灵仓的攻势不断全都被轻而易举给摧毁。 那些道次还毫无保留地落到了灵云和灵仓的身上,让灵云和灵仓的身体再度轰飞了出去。 当灵云和灵仓的身体砸落在地之后,灵云和灵仓的身体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痛。 而且,灵仓的伤明显比灵云的伤要重。 该死,灵仓咬牙切齿,心中自然愤愤不平。 灵云同样心情不太好,讲他堂堂龙武大帝,才回到神界,居然就被区区一头二阶神煞巨兽给压制了。 这让他心底多少有点难以接受。 苍书,并不是我害怕,只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现在要想斩杀这头神煞巨兽当真是太难了。 要不我们先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先尽量提升一下自己的神道之力。 至少等我们都到达了神道一径之后,我们再来试试看。 若是有足够的对付能力,灵云也不会就这么放弃。 但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他们根本不是这神煞巨兽的对手,若是强行再继续出手,那到时候吃亏的绝对还是灵云和灵仓自己。 甚至搞不好丢掉性命都有可能,讲藏起来提升自己修为,等神道修为上去了,再来对付这神煞巨兽,无疑是目前最为稳妥的办法。 阿大了,灵仓叹息一口,随后点了点头,至已至此,也唯有如此了,强扭得瓜不甜,强行拿下这神煞巨兽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只是,就在灵云和灵仓打算暂时离开的时候,树道光木陡然之间从远处暴掠而来。 仅仅只是刹那,那树道光木便是出现在了仙神谷的上空,而在光木出现的位置,树道身影陡然出现。 这树道身影都是身穿统一服饰,他们的目光并未在意灵云和灵仓,似乎在他们眼里,灵云和灵仓根本不值一提。 他们的目光全都锁定在了那头神煞巨兽上。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着一头神煞巨兽,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我们就拿它练手了,看看我们几个所修炼的神煞术如何了。 最前方的那一名少年冷冷道,从他们身上的神之气可知,这几道少年都是神道二境的少年,而且应该只是神道二境初期。 看来是这神界边缘区域某个小势力刚踏上神道之路不久的小辈,偷偷跑出来找神煞巨兽练手。 见到这一幕,灵云和灵仓都没有急着离开了。 若是站在一旁,看这几个小辈接下来如何打算。 那几个小辈还是没有在意灵云和灵仓的存在,这并不奇怪,灵云和灵仓现在连神体都没有,根本不值一提。 然后灵云和灵仓就见到那数个小辈直接纷纷出手,数人都是施展同样一套手段。 那套手段在神法神诀之中只能够算是基础神诀。 而且这数道身影应该都是初次掌握这等手段,以至于施展的都是十分声色。 很快,数人的攻势很快就跟那头神煞巨兽冲击在了一起。 灵云和灵仓健壮都是连连后退,轰轰,战斗声不断响起,庄方激烈交手,一开始还算是旗鼓相当。 可这神煞巨兽越战越勇,至少相当于神道二进后期了。 这数道少年身影都是神道二进初期,即便是人数更多,但也根本没有占到任何优势。 甚至到了后面,这数道身影还一度处在了劣势。 该死,我们居然连一头二阶神煞巨兽都对付不了。 看来只能够动用我父亲给我的神器了。 数道少年都是面色难看,而为首的少年更是直接拿出了一件神器。 这件神器只是一个黑色的圆环,随着它们几人的神之力灌入圆环之中,圆环直接放大,最后当头棒喝一般直接套在了那神煞巨兽的身上。 套在神煞巨兽上后,圆环神器开始迅疾缩小,最后将神煞巨兽彻底捆住似的。 捆住后还没完,那圆环还在缩小,其上的神威更是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力量愈发强盛,让那神煞巨兽根本无法动弹,只能够忍受那圆环继续缩小,继续对它的身体造成重要的伤害。 三品神器,凌云眉头一揍,从那圆环上的神威大概可以确定那圆环神器是一件三品神器。 神器分为九品,将凌云的龙五剑虽然也是一件神器,但由于刚刚恢复到神器,所以龙五剑现在最多也就是一把一品神器罢了。 再加上凌云实力太弱,所以更无法将龙五剑施展出来。 这个少年实力平平,但居然有着一件三品神器,看来身份在这神界边缘地带也不算普通了。 口吼,在这个时候,神煞巨兽一道巨大的哀嚎声陡然响彻所有人的耳畔。 而在这道哀嚎声后,又有着一道巨大的爆裂声。 这道爆裂声响起之后,凌云和凌仓就见到,那头巨大的神煞巨兽的身体就在那圆环神器的重压之下,直接爆裂开来,最后就化为漫天的煞气和神之气,消散在了半空之中。 神煞巨兽暴体而亡,那圆环重新回到了那没那个少年的手中,但与此同时,一枚神之那戒也从那神煞巨兽体内掉落而出。 见到那没神之那戒,那树道少年身影都是微微吃惊,而凌云和凌仓都是心头猛的一喜。 凌仓更是没有任何犹豫,就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那没神之那戒冲了上去,并且很快就将那没神之那戒抓在了手心。 凌云也是迅疾冲到了凌仓的身边,就见到那神之那戒在凌仓手中顿时间动荡了起来。 好似亲客坚韧主了一般,令得凌仓整个人的声势都是变强了不少。 神煞巨兽是我们神英门杀的,那没那戒应该是属于我们的,速速将其交出来。 那树道身影中为首的少年觉得那没那戒不简单,当即就冷冷喝道。 第二千零三十七章追捕,神英门,凌云前世不曾听过这个事例,而凌仓就更不知道了,毕竟,算算时间,凌云离开神界,到达神武大陆的时间应该也就是十几年。 而凌仓却离开了数百上千年之久,虽然这神界的时间可能跟神武大陆的时间有点出入,但至少也说明,凌云离开神界的时间应该不算太过于久远。 这神界暂时的变化也应该没有想象中的大。 既然凌云没有听说过这个叫做神英门的势力,那足以说明这神英门在神界也是属于一股小势力罢了。 难怪这几名少年的神道修为并不算多强。 听见那神英门为首的少年的话,凌云和凌仓的面色都是微微一沉,神知那戒好不容易到手,凌云和凌仓自然不希望将其拱手于人。 虽然那神杀巨兽是这些神英门的人所杀,但这神知那戒确实属于凌仓的。 这神知那戒是我的,所以恕我不能将它交给你们。 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宝器,作为对你们的感激和报偿。 凌仓当然不会愿意将自己的神知那戒给别人。 不过毕竟若不是对方出手,凌仓也得不到神知那戒,所以凌仓是心存感激的。 这般说话之间,凌仓已经成功跟自己的神知那戒取得了联系,并且直接从中拿出了几件神器。 这几件神器的品级不算特别高,但也不算特别低,都是二三品的神器。 对于前世的凌仓来说,自然不算什么。 但对这些少年来说,这些神器绝对十分珍贵了。 凌仓并未吝啬,直接就将这些神器给了那几名少年。 那几名少年将神器接过去之后,都是一脸惊喜,甚至是激动。 他们从未想到,那神知那戒之中居然有着这么多的好东西。 见到这些少年似乎十分满意,凌云和凌仓也就并不打算继续逗留了。 两人当即就欲要直接离开仙神谷,只是两人刚没离开多远,那神鹰们的庶人又追了上来,然后将凌云和凌仓都给直接拦住了。 将神知那戒交出来,我们神鹰们放你们一条生路,若是你们不交出来,那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那为首的少年冷冷喝道,意思已经很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抢夺神知那戒。 更确切地说,刚刚凌仓从神知那戒之中随随便便就拿出了几件神器,这让得这些神鹰们的人立即就生出了贪婪之心。 他们自然认定凌仓的神知那戒之中一定还有其余神器,所以这一刻也是想要直接将神知那戒占为己有。 自然就不会让凌云和凌仓就这么带着神知那戒离开。 抱歉,神知那戒是属于我的,即便是你们将神煞巨兽斩杀,但这神知那戒你们也休想从我手中拿走这神知那戒。 凌仓面色一沉,神知那戒它是无论如何不会交出手的。 你说它是你的,它就是你的,神煞巨兽是我们杀的,这枚神知那戒既然是来自于神煞巨兽体内,那这神知那戒就是属于我们的。 你最好考虑清楚了,你们两个连神体都没有,你们以为你们有跟我们抗衡的资本。 那名为首的少年面色依旧阴冷无比,一副凌仓不交出神知那戒,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样子。 小家伙,我们走,但凌仓也没有再跟他们多说任何废话了。 只是看了凌云一眼,同时手掌一番,手心之中便是多出了一根散发着神威的羽毛。 凌云对这羽毛自然十分熟悉,跟神武大陆的神形顿走符有着差不多的功效,但效果却是神形顿走符的不知多少倍。 这神语上有着各种神文,神文可以说是符文的进阶版,在神界有着无穷无尽的威力,掌握神文者,如同掌控天地,只见凌仓将体内的神知气灌入那根羽毛之中,羽毛之上顿时尖神光大放。 无尽神光蒙照到了凌云和凌仓的身上,让得两人的身体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什么,那是神语,神英们的那树道身影都是心头蒙的一阵。 他们自然神语在神界是十分珍贵的存在。 即便是二三品的神器,也未必就有着神语珍贵。 那没神之那界之中果然还有着不少好东西。 若是我们能够得到那些神物,那我们就这样让那两个小罗罗拿着我们的神之那界逃走了吗? 神英们的庶人都是议论纷纷,而威首的那名少年则是冷冷地道,那两个家伙连神体都没有,即便有着神语,也根本不可能将那神语的真正效果发挥出来。 我猜他们最多应该离开不远。 依我们这些人的速度,追上他们不成问题。 而神语这等宝物,他们不可能还有很多,即便还有,他们的能力也不可能一直施展。 所以我们只需要努力抓赶,他们是一定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 听见那威首少年的话,其余人也都是满脸笑意。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赶紧追上去吧。 那两个小子实力平平,我们随便一个人都能够将他们抹杀,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带着那些神物就这么溜走了。 老大,我们到底追不追啊? 众人再度议论了起来,最后又将目光锁定在了那威首少年身上。 这威首少年正是他们的老大,这一次他们离开宗门,就是跟随这威首少年一起组成了历练小队,打算悄悄跑到偏僻之的来历练。 追,当然要追,盗嘴的肥肉,怎能够就这么让人给拿走了? 我念原集宣布,我们这个小队的历练任务,从杀神杀剧受改为追捕那两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谁出力最多,到时候分配神物的时候就越多。 而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全都分头行事,从各个方位进行寻找,无论谁找到他们,立即发出信号,其余人见到信号,则立即赶过去。 以我们的速度,应该不出一天时间,就能够将那两个家伙抓住。 那为首的叫做念原集的少年眼神越发阴冷了几分。 而在他说完之后,他跟众人便全都分头行事,朝着四面八方追捕了过去。 第二千零三十八张神蓝玉,利用神语,凌云和凌仓很快逃离了神英门等人的视线。 仓书,我看那神英门的人应该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所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才好,之前你说带我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能够找到救活龙青皇的办法,既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神之纳戒,那我们就尽快赶过去吧。 凌云开口对凌仓说道,凌仓面色微微一沉,小家伙,并不是我不想直接带你去。 只是我离开神界已久,虽然大概记得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但具体在哪里就还需要确定一番。 所以我们还是先回到神界各族生活的区域,找到神界的地图或者其他的,然后确定了位置,我再带你过去吧。 凌云离开神界,应该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就算更久也不会久太多。 但凌仓却离开了成百上千年,对于神界一些未知的记忆有所退化也正常。 而且也难免这么多年过去了,神界的地形地貌不会发生变化。 坚确定一番,总比直接跑过去竹篮打水一场空要好。 那样一来,只会浪费时间和力气,既然如此,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往神兰玉的位置赶过去吧。 凌云对凌仓道,神兰玉,凌仓眉头微微一皱,似乎一头雾水。 凌云连忙解释道,苍书,你可能离开神界太久,所以不知道神界这几百年来已经有了更加细致的划分。 至少将各个神族经常活动的区域,划分为了八个区域。 神兰玉就是其中一个区域,而我前世所建立的龙武帝宫,就在神兰玉。 虽然不知道现在龙武帝宫到底如何了,但我还是想回去看一看,希望能够见到几个故人吧。 当然,我最希望的,还是龙武帝宫没事,我的宗门之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地待待在帝宫之中。 就算不待在龙武帝宫,也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凌云目光陡然之间变得深邃起来,那等深邃,跟他整个人的年纪看起来极其不相符。 当年凌云自曝,灵魂跟着祖龙殿离开了神界,到了神武大陆。 龙武帝宫到底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但凌云知道,那些人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龙武帝宫的,龙武帝宫依旧存在的概率很小很小。 甚至那些人若是心狠手辣起来,搞不好会斩草除根,直接将龙武帝宗所有人全都斩杀。 这自然是凌云最不想要看见的,不过现在凌云既然已经回到了神界,暂时又无法救醒龙青皇,那凌云最想要做的事,自然就是回去确认一下。 无论结果如何,凌云都要知道,哎,沧海桑田啊,没想到这一次我回到神界,神界早已经不是当年的神界了。 小家伙,那就听你的,我们先去神兰玉吧,一切等到了神兰玉再说。 凌仓叹息一口,随后便是跟凌云一起上路,既然凌仓得到了自己的神之纳界,那凌仓自然要好好地利用一番自己前世的东西。 因此接下来的路程中,凌云负责赶路,凌仓直接进入了自己的神之纳界,在里面安心修炼。 这一次的赶路,因为有了凌仓神之纳界之中的神器,所以赶路的速度快了不少。 可这等速度的提升,也仅仅只是相对于凌云和凌仓之前的速度。 比之于神界神道武者的速度,这等速度还是太弱了。 以至于不久之后,凌云就感应到,身后方传来一道神道武者的气息。 不好,凌云心底一沉,当即就加快了自己的赶路速度,但再怎么加快,在神道武者的速度面前也只是杯水车心罢了。 凌云身后的那道气息越来越靠近,让凌云面色越来越是沉迷,没想到还是被追上来了。 凌云身上没有神语,而他能够感应到,凌仓此刻已经进入了修炼的关键时刻。 正在利用他的神体种子恢复自己神体,同时恢复自己修为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打算凌仓,否则会让凌仓功亏一篑。 没想到真的是你,神之那界在你手上,那名少年正是神英门的人,神道二进五者,不是现在的凌云所能够对付的。 也正因为这此人修为比凌云高了不少,所以能够感应到神之那界的存在也不稀奇。 不但如此,那少年说完之后,立即就放出了一个信号。 凌云很清楚,那个信号是召集同伴的信号,看来其余神英门的人也很快就会赶过来。 必须要先找个地方先躲起来再说,否则一旦被围堵,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凌云心底苦闷,他堂堂龙武大帝,居然有一天会变得如此落魄。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等凌云修为慢慢恢复,他终将会再度踏上神道巅峰。 于是,凌云保持着极大的冷静,面试神谋开启,努力地寻找周围可以暂时躲避的藏身之所。 就是那里,不久之后,凌云还真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 这个地方雾气重重,那等雾气就算是神识都会受到阻碍,藏身在这等地方,一时间对方绝对难以找到。 只有拖延足够的时间,让凌仓恢复足够的修为,这些所谓的神英们的小罗罗,绝对就是在找死。 你是逃不掉的,乖乖将神之那界交出来,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否则身后的那道声音继续响起,而且声音越来越近,仅仅只是刹那,似乎距离凌云就已经只剩下数百米之遥。 同时有着一道神道力量,正从后方朝着凌云袭击而来。 眼看着就要落到凌云身上了,这一刹那,凌云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虚余之间便是调转了自己赶路的方向。 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入了雾矮之中,并且很快就在下方又找到了一个十分隐秘的山洞,躲进了山洞之中。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小子你一定是逃不掉的。 雾矮上空陡然之间传来了那少年十分震怒的声音。 随后一个巨大的神之结界力量将整片雾矮所笼罩,这结界并不具备什么杀伤力,可一旦这个雾矮区域有任何东西离开,那神之结界都能够感应到。 无疑,这就是为了防止凌云逃走所设置的,第2039章天龙变,山洞之中,凌云尽量将自己的气息给隐藏了起来。 但这等隐藏,在对方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是有点相形见处。 一旦对方及其所有人,到时候只要进入这雾矮之中寻找,用不了多久,凌云他们还是会原形毕露的。 因此,凌云并没有坐以待毙,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得到神体,也不能像凌仓那样通过自己留下的神体种子来让自己重新恢复神体。 但他可以通过修炼霸天炼体觉来打造自己的身体。 霸天炼体觉,本来就是无上神觉。 只是之前凌云在神武大陆所修炼的,是已经经过凌云精简过的,威力自然比不上什么神法神觉。 再加上在神武大陆上所使用的是灵力,而不是神界的神之力,所以使得这霸天炼体觉从未显示出真正的神未来。 如今凌云既然已经回到了神界,那自然就要将这一套已经修炼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炼体神觉继续好好修炼一番。 之前凌云已经将霸天炼体觉修炼到了第七篇第龙变,而现在自然也是顺势修炼第八篇的时候了。 先看看这霸天炼体第八篇到底是什么吧? 凌云心底一沉,随后便是将霸天炼体觉的信息全都从自己的脑海之中调动了出来。 很快,凌云就消化了霸天炼体觉的第八篇,也就是天龙变。 天龙变,比第七篇地龙变可要强很多了,若是再加上用神之气来施展,那无疑就更是狂暴万千。 只是,要想修炼成天龙变,就必须要在地龙变的前提下,通过某种方式的蜕变才可行。 赤不宜迟,凌云二话不说就将地龙变施展了出来。 整个身体轻刻间就变成了一尊地龙,地龙将煽动占据,然后就开始迅疾施展天龙变的各种法觉。 轻刻间,地龙之躯上开始蒙着一层淡淡的光芒。 在这等光芒下,周围无尽的神之气开始无孔不入地钻入了凌云的地龙之躯中,让地龙之躯整个身体都显得异常诡异。 好似正在发生着某些天翻地覆的变化一般,在这等变化下,以及那等神之气的侵蚀下,凌云身体至上的光芒慢慢退去,只是退去的速度却十分缓慢。 微不可查的感觉,就这样,时间点点流逝,在凌云和凌仓都处在这等望我修炼中的时候,雾矮上空,一道道身影开始相继出现。 这些人自然都是看到信号后,匆匆赶来的神音门之人。 老大,那小子带着那枚神之那戒躲入了这片雾矮之中,不过你们放心,这片雾矮的区域已经被我用神之结戒给封锁起来了,一旦那小子离开,我就能够感应到。 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那小子离开的任何动静,这说明那小子还藏在这雾矮区域之中。 之前那名追赶凌云,将凌云逼入雾矮之中的人对他们的头领念缘吉述说道,念缘吉面色一喜,那还愣着做什么,你继续守在这里,不要让那小子逃走。 其余人跟我一起进入这片雾矮区域,就算是绝地三尺,也要将他们给找出来。 敢在我念缘吉的眼皮子底下逃走,还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般说完之后,念缘吉就带领神英们其余人全都冲到了雾矮之中。 山洞之中,随着凌云身上的那等淡淡的光运彻底退去,凌云的地龙之躯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也就在这时,凌云直接拿出了一枚碧绿色的珠子,这枚珠子内有着十分狂暴的神圆。 神圆乃是神之器凝聚而成的圆珠,比普通的神之器至少强横百倍。 在神界也算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很多时候有价无事,这神圆自然是临仓之前从他的神之那界之中拿出来,给凌云用来修炼的。 而且还不仅仅给了凌云一枚而已,是给了凌云整整十枚神圆。 现在凌云修炼天龙变,不仅仅肉身需要改变,同时体内的丹田和其余部位也需要得到改造。 因为以后凌云体内所要储存的是神之器,而不再是那弱小的灵力了,这天龙变用神之器修炼出来,本就属于一种神体,虽然这等神体并不像其余神界之人那样, 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努力修炼出来的。 但只要是神体,那对之后凌云施展其余神法神觉都有着不小的帮助,同样的,凌云的肉身也将更加到达另一个高度。 当然,凌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还在探索阶段,具体什么情况,只有等天龙变修炼出来才知道了。 一枚神源入口,无尽的神之器充斥着凌云的身体内部,一股剧痛瞬间席卷开来,好似凌云的内部正在经受某种摧毁,然后又在经受某种重生一般。 这种剧痛持续了好一会儿凌云方才稍稍适应,不过凌云并未就此停下修炼,她这一次直接又吞下了三枚神源,这三枚神源让凌云自然更加痛苦,但凌云依旧苦苦坚持着,不行,时间紧迫,那些神英们的人应该很快就会找到这里,看来必须要彻底豁出去了。 凌云心底一沉,隐隐间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剩下的六枚神源也全都吞了下去。 六枚神源所幻化出来的神之器,那是无法想象的。 好在凌云身体之前本就强悍,而且还有着铸造圣庭的经历,从而使得她的身体坚固如铁。 所以这等痛苦凌云还是能够承受得下来的,只是也就在这时,山洞外陡然之间传来一连串的声音,这山洞中有动静,那小子一定就在这山洞中,动手,随着一道冷喝之声响起,轰轰,一道道攻势便是落到了山洞上,顷刻间整个山洞都是崩塌开来,然后将凌云的身体显现出来。 居然在修炼神龙异族的手段,我就说那神之那界之中有神物吧。 如若让我们得到,或许我们也可以修炼神龙异族的手段。 聂元吉见到凌云的修炼状态,顿时间兴奋了起来,因为他更确定了那神之那界之中有神物。 他正在修炼中,我们要杀他更是轻而易举,速速动手,将他杀了,将神之那界抢过来。 聂元吉没有再浪费时间,当即就带领众人朝着凌云杀了过来。 第二千零四十章完成蜕变,山洞之中,凌云正处在修炼天龙变的关键时刻。 而聂元吉等人却恰恰是在这时找到了凌云,并且对凌云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一道道攻势凶猛无比地朝着凌云的身上狂轰而来。 若是就这么全都落到了凌云的身上,那凌云绝对会因此而受到重创,继而导致天龙变的修炼也是毁于一旦。 眼看着聂元吉等所有人的攻势就要落到凌云身上,陡然之间,一股磅礴的气息在凌云的身体周围抱涌而起。 仅仅只是刹那之间,一道巨大的屏障便是横在了凌云的身前。 轰轰,一道道攻势落到那屏障之上,屏障跟那些攻势几乎是同时化为基粉,在空中爆裂开来。 而将这些攻势抵挡下来后,一道身影陡然之间站在了凌云的身前,这道身影自然正是凌仓。 经过这一路的修炼,凌仓终于是将他的神道三千体的神体种子完全炼化,并且已经激活了一小部分神道三千体。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凌仓的神道修为已经大大提升,如今修为已经到达了神道二境。 虽然只是初七,但要知道凌仓之前连神道一境都不是,所以他此番是跨过了神道一境前中后三个小境界,这可不是一个小的突破。 而即便凌仓只是神道二境初七,但由于他身上有着神道三千体这等六星神体,所以凌仓的战力绝对要比一般的神道二境初七武者强不少。 若是以后等他更加适应自己的神道三千体,只怕战斗力会更强。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一名神道二境的神修者。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跟我们神英们众人抗衡吗? 今日你们插翅难飞,所以我奉劝你们速速将那眉神之那界现在就立马交出来,若是在执迷不悟,那我神英们可就绝对不会再对你有任何怜悯了。 到时候,该杀则杀,绝不含糊。 聂元吉见到灵仓身上的神道修为后,和其余神英们的人顿时间都是愣了愣。 俨然灵仓直接到达了神道二境的修为,让他们大为意外。 但这并未吓唬住他们,他们几乎都是神道二境初七的修为,自然没有道理会害怕灵仓这么一个刚刚才突破到神道二境的人。 不但没有吓唬住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确定,那神之那界内的神物恐怕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所以必须要弄到手不可,在老夫发怒之前,我劝你们最好马上滚蛋,老夫的脾气可没有那么好,你们最好自己识去一点。 灵仓望着这些神英们的人,眼神变得阴冷无比。 他,前世在神界也算是小有名声了,而在神武大陆,更是常年占据神武大陆第一战神的位置。 亲底的傲气有存,即便是在这神界,也不容许自己遭受这么一些小罗罗的威胁。 哼,实力没有,脾气倒是不小,那就让我们看看,你发怒的样子到底有多可笑。 聂元吉等人自然不会就这么退缩,而随着聂元吉的声音落下,聂元吉数人再度发起了攻势,一道道神诀瞬间施展而出,这一次全都是朝着灵仓袭来。 敬酒不吃吃罚酒,神道三千体,幻灭红尘,灵仓眼神骤然一沉,身上一下子杀鸡避陷。 他历经两世,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主。 这些人既然自讨苦吃,那灵仓也不会手下留情。 随着灵仓一声低喝,在他身体周围,明显感觉整个四周的空间都已经处在一种塌陷的过程中一般。 同时灵仓的身体也瞬间化为漫天鸿芒,鸿芒散落在天地之间,隐隐间有着一股十分可怕的肃杀之气涌荡开来。 这等肃杀之气越发浓郁,让念元吉等人都是心头一领。 念元吉等人心底莫名地涌起了一丝忌惮,随即都是加快动手,将自己的手段以更快的速度冲击到灵仓的身上。 轰轰,整个四周都是地动山摇,整个空间更是动荡不已。 双方攻势对碰在一起,灵仓所施展的神道三千体所孕育而出的神爵手段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一下子就将念元吉等人的手段禁术包裹。 最后又将他们的攻势彻底全都换灭,霸道至极,甚至还有部分鸿芒,朝着念元吉等人身上飙射而去,速度之快,让他们根本无处遁形。 即便念元吉等人极力抵挡,但其中几人还是在这等攻势下直接受伤。 什么,念元吉等人都是面色大臣,心底猛惊。 灵仓才到达神道二境而已,居然跟他们这一些早已经到达了神道二境的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好似他们在灵仓面前,显得一无是处似的,这就让他们自然十分不解了,也让他们全都纷纷暴怒。 神暴怀,给我去,念元吉没有藏桌,直接将之前斩杀神煞巨兽的那个神器圆环给再度拿了出来。 圆环至上神威大放,然后那个圆环就在念元吉的操纵下,直接朝着灵仓身上套了过去。 灵仓想要躲闪,可那圆环上的神威似乎已经将其完全锁定了一般,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躲开那个圆环。 若是被这等神器困住,到时候自然少不了一番麻烦。 可也在这时,四周陡然之间一片光亮,无尽的光幕陡然之间倾泻而起,一下子就盖过了四周所有的光辉。 灵仓和念元吉的目光都是忍不住往那光源的位置望去,就见到那光源居然就是灵云的龙体。 而此时此刻,灵云身体好似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蜕变一般,整个身体看起来异常诡异莫测。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灵云的冒着无尽光芒的身体就已经窜出,随后跟那三品神器圆环重重地在空中冲撞在了一起。 他封了这几乎是念元吉的等所有人这一刻的心声。 就连灵仓应该也不敢贸然去跟一件三品神器硬碰硬,灵云的实力拿什么去硬碰硬。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枪枪,一道基础碰撞的声音骤然响起,然后念元吉等人就见到,灵云的身体和三品神器圆环都是倒飞了出去。 灵云居然用肉身将一件三品神器给冲飞了。 灵仓同样微微震惊,但很快他又反应了过来,神道三千体再度催动而生,漫天鸿芒这一次就以一种无懈可击的声势,以最快的速度,疯狂地朝着念元吉等人的身上狂喜而去。 念元吉等人都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发现,仓皇兼权都纷纷胡乱出手抵挡。 可这等抵挡在灵仓的攻势面前就显得有点相形见处了。 这些人的攻势瞬间破碎瓦解,而念元吉等人的身体也全都倒飞了出去。 一个个几乎都已经受了重伤。